在完成了上一次表示了有需要發表的意見的各位同事 各位委員之後 我在這裡也應該做一個回應給大家知道 在上一次37A段提出議案的問題 我現在因為上一次已經清楚表達了有需要發言的 當時已經按鈕 所以所有已按鈕的 我逐一已經給了發言 陳志全議員和陳偉業議員 因為我現在繼續在說 請你聽完我回應完再提出 如果在座委繼續發言 我會採取我的處理 我現在繼續講講我的決定 我很在心聽了各位委員的剛剛37A或者對上的會議37A有關的表達意見 作為財委會主席 我是有責任確保議程上各項事務 以有效率的方式去妥善處理的 以及確保委員會的委員有充分的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本會在5月2號開始審議這個項目 到今天已經是用了超過18個小時 而按照財委會程序的37A 是在之前共收到2,005項的議案 當中1,633項 是我在上次會議席上宣布停止處理委員 按照37A段提出的議案前收到的 在1,633項議案 我是就住其中988項作出的裁決 並於上次會議上將合乎規程的議案 交付了委員會表決 餘下的645項的議案 是由張超雄議員在上次會議席上提交 在會議席上提交 由於數量的多 我曾經建議過張議員 是將其中645項的議案 整合為20項的議案 去方便委員會在當時的實際情況裏面 有效率地妥善處理他的提交的議案 然而張超雄議員表示不會接受 在上星期的發展看來 我是信了 如果我容許委員繼續提出議案 將會令至財委會的程序 會延長至一個程度 而致使到財委會 是不能妥為行使和履行其職責 所以我決定是要執行先前所作的決定 不再處理委員的案 37A段提出的議案 請請梁家傑議員暫停發言 請梁家傑議員暫停發言 由於 我再說一次 根據 王毓民議員 請你坐下 我再講一講 由於作出了有關的決定 按財委會會議的程序 請大家 現在時間即將到 我暫停會議 下一節在5時10分繼續 我暫停會議 感谢观看